这个被称为移动小冰箱的保鲜盒 我又给姐妹们要来了一些库存 之前没拍到的姐妹 你一定要拼手速了 咱之前15块9那个不卖了 同样的东西 咱就卖现在这个价格 你就算拿它当一个外出 可以拎的这种小收纳盒 这个价钱都合适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移动的小冰箱 首先它是一个密封性 非常好的一个收纳盒 然后它里面给咱们自带的这种小冰袋 你像夏天 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 咱们平时出门带点东西 特别的怕坏 咱们就可以把这里面装上水 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一下 你看它里面是有东西的 不是那种普通的水 冻上了之后 你就把这个小冰袋 放到这个小底座的下面 然后咱们上面可以放点水果 放点寿司 咱们做好的一些小料理 你都可以放到这里面 咱们平时外出 你说要是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你带那种水果 它很容易坏 里面有一个小冰袋 再加上这个小密封盒的保温性 密封性特别好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冰箱 它还是带这种隐藏式的小拎手的 你就这样一拎就行 特别的方便 它还不是那种特别大的 就是很小巧 大小刚合适 比咱们普通家用的饭盒 差不多两三个那么大 它都是加厚的食品级的PP材质 耐磨耐摔 特别的金用 像平时咱们给孩子带个饭 咱们自己出门旅行 火车也好 坐汽车也好 咱们自驾游 或者说平时咱们出去聚会聚餐 来个小野餐 是不是 你把这个小冰袋往里一放 保鲜个五六小时 完全没有问题 你再也不怕 你带的新鲜的水果蔬菜 把它焖坏了 今年这个是一个升级款的 加大容量 带个两三个人的水果蔬菜 完全没有问题 送的这个小冰袋 咱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平时你就把它放到冰箱冷冻层里 什么时候想用 什么时候拿出来 随时随地很方便 它今年这个小底座 给咱们做了一个升级款的 可以沥水的 平时咱们可以放点水果 蔬菜 这个水直接就沥到下面了 很干净 不要看咱这个价格便宜 十几块出头的一个价格 咱们这个是一个升级款的 加大容量的 你放一个两三个人的水果蔬菜 完全没有问题 你就平时拿它当一个 普通的小收纳盒 咱们外出带点东西 就这么一拎 是不是也贼方便 温馨提示 这个冰箱如果注水的话 咱们不要放太多 冻完了之后 它特别鼓 这个沥水的这个小底座 它就放不进去了 你就像平时咱们不用这项功能 咱们就拿它当一个 普通的小收纳盒 你外出拿着 是不是也特别合适 今天咱家连接里 这个价格前面 纯纯的大羊毛了 你就是拿它当一个 普通的收纳盒来用 这个价格都合适